好 在開始之前呢 其實我基本上就是一個死上班族 沒有前面說去非洲 去非洲 去印度保育鱷魚 那麼厲害 這些都很厲害的事情 我基本上就是一個上班族 大概畢業之後四五年 在公司裡面 在外商公司裡面 學到一些經驗 給大家分享一些小的工具 幫助大家可以思考 幫助大家可以思考可以用的工具 主要這兩點 在開始講這兩點之前先介紹一下我的經歷 好 這個是我放的相框 所以我本人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履歷 我叫莫凡如 我是從台灣開始的 從台灣然後到香港 在台灣做了兩年 過去兩年在香港 現在剛掉到新加坡去 對 那麼就大家剛剛其實都沒有講到什麼生意的東西 我就跟他解釋一下好了 用一個有趣的方法 我在台灣呢我們就是管 我們就是平時就很多品牌嘛 有經理電池啊 head and shoulders啊 然後很多幫寶石啊 之類的很多很多品牌 那我管是其中一些品牌 比如說什麼叫香幣標啊 經理電池 然後再量販通路的生意 OK 一年的生意呢 大概一年的生意那時候經營的 也是大概是一千一千兩百萬台幣左右 所以呢 這樣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有多少 那舉一個例子 就是連勝文 我記得他有說 他選舉的時候說他人 身價有1億嘛 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handle的生意就是 管理生意就是十分之一個連勝文 OK就這樣講啊 十分之一個連勝文 然後來到香港呢 我到另外一個 team去 帶了大概30個 我那時候做的品牌就是SK2 那時候的生意呢 大概就是六個連勝文左右 對 OK 所以就變得比較大一點了 那現在呢 到了新加坡 就到我們這個區 我們叫免稅通路 也就是這個品牌 在免稅通路 比如說機場裡面的 在台灣可能聽過就聲很長 那在其他地方叫DFS 這樣的地方 那很多很多這種免稅通路 我在這邊管理呢 大概就是 我想一下喔 30個連勝文左右的爭議 對 就是規劃30個連勝文 在每個地方 在25個國家 大概要賣多少東西 每天啊 然後怎麼賣啊 然後一整年的這個計畫 30個連勝文要怎麼賣 之類的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一個概念啦 對 所以比較 我講的數字可能大家沒概念 所以就是像這樣會比較知道 那30個連勝文是 其實應該是 對 開幣 嗯 好 好 那在進P&G之前呢 我是在金融業 我帶一家貝萊德 叫BlackRock 他是一個 呃 如果你添過庫達 這種資產管理公司 因為我 那資產管理公司 那我在裡面是做 簡單很小的很小的 contractor儲備幹部 那那時候在金融業 那麼在金融業 那個時候 進金融業的時候 是對他有一定的夢想 覺得哇 因為我家人也都是做金融業的 然後從進外商當金融業啊 然後呢就是一個做研究啊 然後可以知道很多市場趨勢 要投資 幹嘛幹嘛很帥 但是後來發現 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到一個真正 我覺得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後來所以我才去DMG 那在進禮拜的之前呢 那時候有預關 那我之前也是在微軟實習 我是第三屆 那後面現在我已經會 大概是十一屆左右 所以你就知道我年紀 其實沒有很小 對 好 今天故意穿著T恤跟穿球鞋 裝得跟大家一樣 嘿 又大學生的感覺 對 對 那時候是微軟的實習生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呢 也不是只有 就不是只有 想要多嘗試一點 跟大家今天講的很多很像 都嘗試點心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去微軟實習 做了兩年 其實我好像有準備圖片 這是我那時候在香港 我的團隊 大概有三十個 就是沒有人顧問 然後管理 那時候多少 三個連勝文的聲音啊 對 五個連勝文的聲音 然後就是現地預關的照片 那在微軟的時候 蠻有趣的 就是那時候做的是 我第一年呢 是在賣XBOX 就站在 比如說那時候的燦坤還很大 紅色鬼屋還蠻多的時候 燦坤裡面呢 週末 或是家樂福啊 就去賣有一個那個 XBOX的那個戰機台 然後你可以試玩你知道 那我們就站在旁邊 然後穿了XBOX的衣服說 來試玩 就是先找小朋友 小朋友 爸媽帶著小朋友 直接找小朋友 欸小朋友咧 欸玩一下玩一下 然後爸媽就沒辦法 就只能跟著小朋友玩 然後這個小朋友在玩得很開心 我就跟爸媽說 我跟妳說這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好玩 然後怎樣 然後想辦法猜猜賣 然後那時候賣的是 就是一天你最多其實賣不了一兩台 那我一天賣八台 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沒想到後來會 handle 30個連勝文的聲音 這樣子類的 就 那 所以那時候是在店裡面 就做這樣的很直接銷售的工作 那在之後呢 我們第二年還有做一個蠻特別的 有點像是網軍 那是在 X8是遊戲嘛 所以呢 那時候就是在微軟時期 就先拿到那些遊戲 然後拿來玩玩玩 然後拍一些照片 然後說 哇這個遊戲多棒 反正在巴哈姆特啊 網路上面就泡到這個遊戲的 preview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寫 說那個寫手 然後要刺激大家 讓大家之後會去買遊戲之類的 就是很 跟我現在也做得很不一樣的工作 對 那是在微軟時期 那在之前呢 在進微軟之前 我在台大 是當台大魔術社副社長 對 那那個魔術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就不用跟大家多講了 對 那在搭局的時候 我是念台大的國際關係 跟經濟系的雙主修 對 那個人呢 就是喜歡嘗試新的 新的事情啊 然後包含呢 我現在是做鐵人三項 跟那個龐馬拉松 這是我現在個人的一個興趣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非常喜歡 就是科幻小說的東西 像是這個就是我最愛的電影 就是海客任務 然後科幻的小說 科幻的東西 然後呢 也是喜歡辦一些派對 比如說 這是我自己在香港 跟朋友們辦的 就是什麼 極餓遊戲 香港大討殺 然後就是玩一些自己的party 就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那最近我在 我想 蠻好玩的 最近我在完成一個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我以前煮鋼彈 然後就是 小時候 就看到有一種 超大台的鋼彈 然後很貴 然後就是那時候沒有 就是小時候沒有錢賣 那現在好不容易長大了 賺點錢了 就是買一台鋼彈 沒有時間煮 那最近搬到新加坡 剛開始還沒認識什麼人 就宅在家裡面煮鋼彈 對不對 結果然後自己覺得很了不起 看那麼多東西 然後可以煮成一大大鋼彈 有沒有覺得很刺激 對 就是最近我在忙的事情 對 好 差不多了 這就是我的自我介紹 那我今天的分享 跟前面幾位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蠻好的 他們是分享自己人生的過程 就是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讓大家來有一些 就是分享一些吸收 那 我在想說 以我的方法來講這些 就是我之前講的 做的事情 其實跟學生 其實沒什麼關聯 因為我實在差得有點遠 那我能夠分享的 比較像是 我過去這幾年 我們工作公司 非常多的training 然後很多 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學到的東西 跟別人 跟我的客戶們 國際客戶的 國際總部 坐在那邊跟他們談判 然後我現在看 我們我現在在做 全球規劃經理嘛 就是日本啊 韓國啊 中國啊 全25個國家 我要怎麼跟各個國家的人 去溝通 去瞭解去規劃 然後去執行這些 這些專案 然後達到 每年可以做到 30年成為的生意之類的 這樣子 是我要怎麼做 要怎麼 有什麼樣的工具 可以幫到我 那這些工具 怎麼樣 是不是有辦法幫到你們 就是你們自己的 你們自己的決定跟運用了 那我是想要分享 一兩個東西給大家 所以我的分享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就先講在前面 所以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呢 要從這張主題開始 對 我剛剛的經歷呢 跟所有人的經歷一樣 我們都是在每個時間點啊 然後要做很多選擇 對吧 你在看你的未來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看到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嘿 我要不要念就說 嘿 我要不要去工作 或者是回頭之類的 所以大概有幾個選擇 這樣 每個人都遇到這樣的選擇 那該怎麼辦 其實上次是前面 所有人想要回答的問題 遇到選擇該怎麼做 對 就是不然我們該不會 不用坐在這邊啊 對啊 大家都知道該怎麼做 就不用來這邊分享交流了 對不對 那我一直 之前一直會跟 就是別人想要知道的人說這一個 就是這是一個迷宮 OK 很難啊 這迷宮非常難 對 所以我們迷宮目的就是什麼 從入口走到出口 對不對 OK 大家來試著一起走看看 好 從這個開始 然後走 繞繞繞繞繞 然後OK 到了齁 誰還沒到就告訴我 你再多練習一下 對 對 OK 這是這個迷宮的出口 那 我想講的那個點 第一 有兩個 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是 跟所有人剛剛分享的都一樣 每個人都講到一個很好的 是 你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像林毅她主持 她說我就是喜歡主持 我就想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 那每個人都說我要找到自己人生的熱情 你要找到自己喜歡做什麼東西 對 然後那這樣的點 其實是我第一個想要說的 沒有錯 最快 這是一個簡單的迷宮 OK 我們要從 我們要做事情 我覺得 讓你有效的能夠達到你的目標的方式 就是 從這個 岔路 變到你看的不是只有岔路 你看的是一個 是一整個迷宮 然後你看的不只是迷宮而已 你看的是說 你怎麼從 最快的方式 就是從 找到這條路怎麼找 你要從出口往回走 那出口往回走 你馬上立刻就會找到 你很容易就會找到 這條路怎麼走 所以 為什麼要知道自己的目標 是這樣子 就是 你要最有效的搭檔 你要做的那個時候 你要知道 你自己到底要去哪裡 而不是你看的是 一直看到岔路而已 哇 左邊還右邊 左邊還右邊 你就 我永遠不會做 你很難做出決定 對 從出口往回走 這是我第一個想講的 一定 with the ending mind 就是從最後的結果出發 再回頭看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對 OK 非常非常理論其實 大家都想 心裡想說 當然了我也知道 但是我要怎麼做 對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 我就要找到自己的熱情 幹嘛幹嘛幹嘛 當然是這樣子 可是怎麼辦呢 該怎麼做 事實上 你們已經在做了很多 你們已經在做了很多 我覺得我想得到的方法了 就是多聽 多看 多分享自己的想法 然後多思考 對不對 這就是每個人基本上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做 那你們現在也在做 我覺得你們都做得非常好 對 那這個做的方法就是 你就是去看了之後 腦袋裡面有一個想法 然後去想要成為他這個樣子 想要成為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去執行他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非常 這個是非常棒 這就是繼續 技術他的許次數的成功 也不是成功啦 就是沒有成功 有很多的定義 也就是說 其實做下去 就是這個 你最有效達到你目標的方式 OK 那我想說的呢 不只是這樣 我想說呢 是說 找到自己 你可能還要有一些工具 因為你可以窩在房間裡面自己想 你可以聽每個人講 講講講講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幹嘛幹嘛幹嘛 每個人都自己找到夢想的方式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這些工具 比如說第一個呢 就是在我覺得非常有用的 它叫做MBTI 這個是英文的 先看中文的 它叫做MBTI 它是一個個性性格測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測試過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上網路去測看看 這網站不是我開的 就是然後你們可能有聽過 可能沒聽過 你們可以去看看 它基本上呢 是把你的個性分成四塊 四種 你怎麼去得到能量 你是一個外 你是不是說外商 你是一個從外在的 喜歡你得到能量的人 還是一個 你是思考得到能量的人 第二個 是你怎麼去運用你的資訊 你是喜歡實際應用的資訊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喜歡看這個資訊 最後帶來什麼的意義 然後之類之類的 然後之後是你怎麼去做決定 跟你怎麼去看你的生活 你怎麼去過你的生活 就是這樣是一個方法呢 是讓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是誰 其實有點像是星座 為什麼你要了解那麼多星座 當然大家一開始了解星座 第一個方法 為什麼要了解星座 對男生來講 像我 就是想要了解喜歡的女生 他什麼星座 他什麼樣的人 對 比較多是這樣子 可是回頭來看這個其實是 你想要怎麼了解自己 你是怎麼樣的人 那你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人之後 你就找到自己的 你有幫助於自己 找到自己的興趣 找到自己的目標 然後才像我們說的 你不只看到選擇 你看的是 你想要往哪邊走 那你該往哪邊去 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那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沒有聽用過這個工具的話 你可以看看 OK 那這次也是比較粗階版的 第二個呢是 OK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他會幫你四個向線嘛 然後四乘四就變十六個之類的 那我自己用一個 然後你們會是自己的 看一下他的解釋 可能會對你有一些幫助 因為大家年紀都還滿輕的 這個是一個滿好的工具 OK 第二個你可以用的呢 工具是這個 這是一本書 這不是我寫的書 所以我不是在打廣告 就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它叫做發現我的天才 那 這是英文翻過來的 如果你在 你在基本上你在那個成品是找得到的 這本書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部分就是 你每一本書呢有一個序號 這個序號呢 會讓你點在網站上面做一個測試 這個測試呢會告訴你說 你是有五個大概五個屬性 你是這五個屬性 你是怎麼樣的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屬性怎麼樣的人 OK 那比如說我好了 他就說我第一個就是你是一個很 他第一個就說你是一個futuristic 你是一個願景家 你給你喜歡做事的時候 你就是喜歡看到一個 為前面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畫一個很好的願景 然後往那個願景前進 OK 那同時他又說我是一個很 我最後一個屬性是 他說我是一個activist 就是我是一個行動者 就是我如果拿到什麼事情呢 我就必須要去做看看 人家跟你說不要試 就還是要試 然後人家跟你說要試 你覺得要試 你馬上去試 他說我是這樣的人 OK 所以呢他這個書 講得非常非常詳細說 他為什麼畫出這五個東西來 那你要這五個東西 每個不同的排名 到最後你是一個不同的人 OK 那最讓我覺得這本書 對大家會有幫 會對我最有幫助的原因是說 這跟亞洲的教育是很不一樣的 OK 為什麼說很不一樣 像我 如果你想想看我的經歷的話 高中高中 基本上就是考試考得還不錯嘛 然後又念了台大 然後後來又經了外商之類 然後做得還不錯 你覺得我對我這樣的人來講呢 就是我做什麼東西都不會太難 OK 但是然後我做什麼東西都 嗯有機會可以成功 但變成是說 我不知道我自己想 真的是想做的是什麼東西 你要我補足我的缺點也可以 你要我增強我的優點也可以 但是到最後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就是在躺在哪裡 其實有在某些時間上來講 我非常困惑 對我覺得我什麼都可以做 什麼都想要做 我什麼都OK啊 沒問題 要怎麼辦 對 那時候就遇到了很大的一個 就是要思考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本書幫助我一個點 是 嗯 是說 像其實人生呢 比較像是打NBA 或是打棒球這樣子 你應該是要補足你的缺點 還是開判你的長處 我們咬咬之後的教育都是說 你要 你考試呢 就是每一課都要考到滿分 你這樣就是一個厲害的人 可是其實呢 你是 如果你是數學很好 你數學可以考三百分啊 然後 但是只是分數上 不會告訴你有三百 就說你是一百而已 對不對 然後物理可能就是零分 但是化學可能就是五百分之類的 其實每個人的屬性不一樣 他想要告訴你就是 你要發生你自己的長處 讓你的長處裡面去變成 你是真的自己的天才 然後你去發揮自己 然後發揮在 不管你在哪個領域 都可以做到自己的最好 OK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非常actionable 如果你有時間去出店看看 翻翻 如果你只有興趣的話就看一下 OK 這是一個工具 嗯 時間好像快到了 那我還有第二點想要講 對 第二點就是 比較像是溝通的 那我剛好說我的工作呢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要跟日本的韓國啊 然後中國啊 各個國家怎樣溝通 印度啊 每個人都講不同的語言 來自不同的語言 然後不同的背景 要怎麼樣真的是有效的溝通 然後知道 讓人家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聽得了解到 為什麼人家要幹嘛 對 這個工具呢 是比較像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思考的 思考的方法 它叫做 如果先明白別人想要講什麼 再讓人家了解你想要講什麼 OK 非常非常的 其實很模糊啊 不是要想要幹嘛 OK 那我想要找一個 做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talking stick 在非洲呢 有些部落 他們會用這個東西 就是說 長老之間 因為每個長老都想要講話 要怎麼辦呢 就用talking stick這個部分 來 這位同學 你可以來我們來示範一下 那什麼叫做talking stick 假設這個叫做說話棒好了 這說話棒怎麼用呢 先是這樣子 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我的名字叫做莫關如 然後我要跟你講這事情的時候 是怎麼樣呢 我講完了之後 你拿到這個棒子 你才可以講 OK 那你要講話對不對 你要怎麼開始講話 你要先把我講話 講過的東西 先講過一次 OK 然後你才可以講你講的 對 去講名字好了 我叫 對 我叫莫關如 沒錯 但是就是這樣的方式 謝謝你 對 好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可是你要想想看 在商業溝通上面 或是所有事情上面 我們常常會這樣子嗎 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是想要自己講自己的 聽那個人家的 還是去瞭解別人 這個方法呢 你可以領導中有一個隱形的talking stick 在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先把人講 人家講電話講完你倒出來 或是你在賣 做sales的時候 人家客戶講完一大串 你不是跟他講說 嘿 我要買你買abcde 然後他講一團 對 沒錯沒錯 但你就可以買abcde啊 這樣之類的 就不是這樣子 你可以先講聽他 複數他講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確認你真的了解之後 你再講你到底想要幹嘛 你比較容易接受你們兩邊最後的連結 對 那像我跟各個不同國家的人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英文都非常好 不是我們英文不好 我們英文可能比他人好非常多 然後大家他英文不好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然後你幫他複數是他在講什麼時候 他就說 對對對 這就是我想要講的 對然後你再去講你講的講的點的時候 就非常容易的 建立一個溝通 然後呢才開始講 才開始能夠大家往一個共識前進 對 這是第二個工具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the talking stick 想一下先了解別人在講什麼 你在講你自己的東西 那你要讓別人怎麼知道 你了解他 就是你複數理師 或是換句話說他講的東西 然後再來講 對我發現這方式非常有效 那哪些覺得你們可以用看看 如果你沒有機會的話 OK 那好的 其實主要就是這兩點 對我沒有講太多自己的經歷或幹嘛 我也知道 但是如果我覺得說 能夠帶一些工具 讓你們有幫助的話呢 大概這兩點是可以的 OK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